新马第二通道的大市关卡从昨天晚上10点30分开始 也已经有一些摩托车骑士在等候 准备凌晨12点关卡一重开就前往马来西亚 那据本台了解从午夜一直到现在 大市关卡的通关情况都很顺畅 文件检查就绪之后大市关卡在午夜重开 通关的主要是摩托车和重型货车 但数量明显比使用乌兰关卡通关的车子要少 我们在此提醒所有旅客在入境的前三天之内 提交SU Arrival Card 确保拥有疫苗接种证书 避免延长通关时间 大市关卡共有80条让摩托车通关的自动通道 和64个汽车专用柜台 为抵径和离径的车辆服务 关卡局人员指出 汽车专用柜台也能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 灵活转换成摩托车和汽车共用的通关柜台 当局也提醒人们提前做好规划 避免在尖峰时段出行